我們今天要上的是Vertebrate 上一個禮拜上的是Invertebrate 應該對於怎麼樣定義動物都已經提過了 所謂這個Vertebrate就是 它具有所謂的Backbone 有脊柱 我們知道脊柱就是由脊椎所組成的 在這個一開頭的時候我們先來看一看 Vertebrate它是怎麼樣衍生而來的 大約是在這個Half a billion Billion就是十億 所以Half a billion就是五億 大概有五億年前 在大約是五億年前 所以是在五億三千萬年前的時候 我們已經在上一個禮拜有提到 在海洋裡面有很多的所謂的Invertebrate 這些無脊椎動物它們的種類很多 然後它們可能也有一些身體的保護機制 甚至有去捕食的一些結構出現 在這麼豐富的無脊椎裡面 你就很容易膚視到有一些其他的生物 譬如說這裡有一個叫做蜂椒昆明魚 下面這個 這是它的化石 這種動物它已經絕跡了 這種動物你看起來它把它稱作是魚 我們後面會提到 其實它是所謂的脊椎動物的祖先 因為它跟它關係非常的近 等一下我們會提 那脊椎動物大概有超過五萬七千種 但是這個種類跟無脊椎來比 譬如說昆蟲 那昆蟲可能就有一百萬 所以種類來講 脊椎動物它的種類並不是很多 當然這裡面包括有一些它可能興起 然後就絕跡已經變成化石的 這個沒有算在裡面 但是脊椎動物它跟無脊椎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是dysparity rather than species diversity 就是說它的種類雖然沒有像無脊椎那麼多 但是它們在一些差異方面 譬如說什麼body mass 在個體的這個重量就是大小 它們差異很大 譬如說像我們知道恐龍 它非常的大 那個是已經絕跡的 那像現身的種類裡面呢 譬如說在海裡面的藍晶 藍晶它也是個體非常的大 那小到有一些魚類只有幾個millimeter 所以它們的差距是非常的大 所以它種類雖然不多 但是它們在整個一個形態上面的差距是非常的大 那我們知道呢 那脊椎動物它也是從水裡面出來 然後呢它會登陸 所以後面我們會提到 所以今天呢就是要把這個脊椎動物它整個 一個是它的個別的分類來介紹 還有它一個演化上面的歷程 那最後當然我們會提到 跟我們最有關係的 就是臨場類 然後會講到這個圓人的這個演化 好那我們知道這個vertebrate呢 它是屬於所謂的chordate 就是疾鎖動物 疾鎖動物呢 那麼它具有什麼 notocode 它具有notocode 當然是就是疾鎖動物 所以具有疾鎖 然後它有一個dolsoholo nerve code 有一個背 位在背部中空的神經鎖 我們知道在無脊椎裡面呢 它的神經鎖呢 大部分是位在腹部 而且是食心的 你們去看一看前面的無脊椎 那脊椎動物呢 它是背部中空的神經鎖 好那我們來先看一下這個 整個它的這個演化的情況 那這是一個演化的情況 那脊椎動物它是屬於兩側對稱的動物 那麼它是屬於這個後口類的 它的發育形式是後口的 所以你就要回想一下 上一個禮拜曾經提到過這個 就是這兩個這個特徵到底是什麼 那在這一個這個演化上面的演化術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好第一個這個是cordate 好那在前面呢我們講過呢 整個這個後口類呢 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祖先 第一個分支出來的就是所謂的這個 雞皮動物嘛 是雞皮動物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其他的就是屬於這個脊椎動物 那極鎖動物它有一個衍生的特徵 那就是剛剛我們說的noticord 就是極鎖 好然後另外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兩個 一個叫做頭鎖 一個叫做尾鎖 這兩個呢它是極鎖動物 但是呢它是屬於 它是屬於無脊椎的 那下面這裡就是有vertebrate 這個有脊椎 所以出現了什麼 出現了vertebrate 好那下面這個就是脊椎 所以我們今天要先講 從開始先講這個 極鎖動物裡面 有兩個是屬於無脊椎的部分 然後接著呢 再講脊椎的部分 那在演化的過程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出現脊椎 就是脊椎動物 然後呢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出現了這個叫 出現了有餓 所以下面就是有餓的這個動物 那有餓的話呢 你還可以看到呢 它是有所謂的軟骨魚 然後也有硬骨的 下面這個都是硬骨類的 好那也可以看到呢 出現了一些衍生特徵 比如說有肺 肺跟肺的衍生物 然後這邊呢出現了loft fin 就是所謂的葉齊 所以呢這邊就是葉齊魚類 然後接著出現了四肢 所以呢這個就是四足類 這四足類 然後最後一個衍生的特徵 這邊就是有這個 羊膜的這個軟 所以這邊就是有羊膜類 有羊膜類 好然後這邊呢你可以看到呢 這邊可以分泌乳汁 所以這邊是哺乳類 所以每一個分岔點都有一個它 衍生的特徵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 那極鎖動物它的衍生的特徵是什麼 第一個當然是極鎖 極鎖呢它是位在背部 一個重肘的 一個很有延展性的一個棒狀的結構 那但是呢有一些這個脊椎動物裡面呢 這個極鎖它就會不見 取而代之的呢 就是所謂的脊椎骨 那我們後面會提到 第二個就是Dosololone nerve code 神經鎖 神經鎖呢 那神經鎖呢 將來它就是發育成中樞神經系統 中樞神經系統 當然包括腦跟脊髓 第三個特徵呢 就是Pharyngeal slit 叫做淹裂 或者是叫做Pharyngeal clipped 那這個淹裂呢 在不同的動物裡面呢 它們有不同的發育的結果 譬如說呢 在一些這個無脊椎的 invertebrate corded 就是無脊椎的這個極鎖動物裡面呢 它們是變成一個 suspension feeding的structure 就是說它變成一個綠石的結構 所以它的淹裂本來是一個凹陷 然後最後會有開口 那它就當作一個綠石的工具 那麼另外呢 在一些這個脊椎動物裡面 脊椎動物裡面 那麼會變成所謂的gill 腮 那當然是除了四族類以外 比如說像這個魚 它變成腮 那這個腮呢 是可以呼吸用的 交換氣體 交換氣體 好 那一些這個四族類 剛剛說這個腮 除了四族類以外 它變成腮 那麼 那在四族類裡面 是怎麼樣的情況呢 那這個腮裂 腮裂它事實上 在發展的過程裡面 它其實是發育成一個叫做煙氣 pharyngeal apparatus 這個煙氣呢 就包括所謂的煙弓 凸起的結構叫煙弓 凹陷的結構就叫做煙裂 就叫做煙裂 然後整個就叫做pharyngeal apparatus 叫做煙氣 那在四族類裡面呢 那麼這個pharyngeal arch 就是所謂的煙弓 凸起的那個結構 它會變成什麼呢 變成這個頭頸部的一些結構 比如說像耳朵 然後呢還有這個 一些結構在頭部跟頸部的一些這個結構 那其實這個 如果在以後講到胚胎學的時候呢 可能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提到 總之呢這個就是 在發育的過程裡面 有一個叫做煙氣 其中的煙溝 因為煙溝裡 煙弓 煙弓裡面它會有軟骨 有血管 肌肉等等的結構 所以它發育成頭頸部 好 第四個結構呢 是叫做muscular postannotel 叫做肛門後的尾巴 我們可以看到 一般來講 就是其他的這個無脊椎裡面 那麼它的整個消化道的話 就是從頭到尾 它的後面就沒有這個尾巴 可是幾所動物呢 它就會有一個 在肛門以後 你看這個消化道在這裡 對不對 這個是肛門 然後肛門的後面呢 還有一段 就是在肛門後面的這個椅部 所以這個就是 極所動物的四個特徵 那這四個特徵 它不一定是在成體裡面出現 就是在配賴發育的過程裡面 只要出現了這四種結構 那麼就都屬於是chorded 都屬於極所動物 所以在成體裡面不一定 大家都有 那首先我們先看文昌魚 Lenslate 它是屬於頭鎖動物 剛剛那個演化的分支 就已經列出來 那它是most basal group of living chorded 它是在幾所動物裡面最基礎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表示說 它是第一個分支出來的 你看這個是有notical 它第一個分支出來的 這個叫做頭鎖動物 那它是屬於這個suspension feeder 就是它是綠食性的 生長在海水裡面 那它的成體 它的成體就具有這四種 剛剛說過這四種都有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跟後面的這個尾鎖來比較 頭鎖是不管是 不管是它是右體還是成體 它都是具有這四種結構 就是notical cord dossal hollow nerve cord faryngeal slit 還有tail 這個都有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一個suspension feeder 所以你看這是它的口 它的口水進來之後 它就進入它的這個farynx 這個就是它的煙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它有所謂的煙裂 所以這個水呢 它就會跑出這個煙裂 那有一些食物呢 繼續往這個消化道去進行 消化的作用 那這個水出來之後呢 它就進入一個叫做artrim 就是圍塞腔 圍塞腔 那圍塞腔呢 水一直往後走 這裡有一個這個圍塞腔孔 圍塞腔孔 所以水分就從這邊出來 那食物呢消化之後呢 那麼沒有用的就是從肛門出來 所以它是一個綠食者 那麼文昌魚呢 它的身體呢 有一個很特別的 叫做muscle segment 有這個所謂的這個肌節 它肌肉的排列呢 像一個這個在這裡有沒有 畫這個斜線的這個部分 那個叫做muscle segment 那它的來源呢 就是有所謂的soul mind 是有體節 那這個也是在胚胎發育過程裡面 體節呢它就發育成肌肉 還有一些有關係的骨骼 這個是在胚胎發育的時候 看看會不會提到 你可以看到文昌魚 它在海裡面呢 它很喜歡把它的身體 你看它埋在這個沙粒之中 這個是實際的 它就埋在這個裡面 然後就是只有把頭這樣露出來 第二個叫做tunicate 叫做被囊類 被囊它是屬於這個猥瑣動物 猥瑣動物 那它是比這個其他的幾所動物 那麼就是講剛剛的這個頭鎖 就是它比較接近其他的這個幾所動物 就是比什麼呢 比剛剛的文昌魚 所以我們看這個圖 你就可以看到 這邊是猥瑣嘛 對不對 那這是頭鎖 頭鎖是第一個分支出來的 所以它是一個最基礎的一個coded 然後接下來就是猥瑣嘛 所以猥瑣呢是比頭鎖 要接近於其他的這個幾所動物 就是說他們關係比較近 好 當它是這個lava 它幼體的時候呢 它是自由生活的 然後呢看起來很像蝌蚪 就下面這個圖 看起來很像蝌蚪 那它只有在幼體的時候呢 具有剛剛那四種幾所動物的特徵 只有在幼體 在lava的時候它有 等到它變成adult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adult的時候呢 它就會固定下來 幼蟲的時候還是自由的游動 等到它要變成成體 它就找一個地方 然後固定下來 那它的身體呢 就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它的很多東西就不見了 譬如說呢 它的這個coded 慢慢的集中在少部分 然後呢剩下的是什麼 它的dorsal nerve cord也不見了 然後身體轉一個90度 轉一個90度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最明顯的就是什麼 最明顯的就是剩下 faryngeal slit faryngeal slit 其他的都退化 其他都退化 所以呢 因為它有faryngeal slit 所以呢它還是一個 suspension feeder 還是一個濾死者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什麼 好這個是它有一個入水孔 它這邊有一個入水孔 水就進來 進來之後呢 然後呢就經過 剛剛的這個 進來就是這個 煙的部分嘛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是有faryngeal slit 因此呢它的水分 就可以過濾出來 過濾出來 然後食物呢就進入它的消化道 好這些過濾出來的水呢 然後呢就會進入 一個叫做入 出水管 這個叫做出水管 所以它有入水管 然後有出水管 水分就從這邊出來 在這個被囊類裡面呢 有一個比較有名 叫做sea squid 海峭 就是因為squid 就是有擠壓的那個意思 表示呢它會擠壓 然後水會噴出來 所以這個叫做海峭 好所以它跟投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在adult的時候呢 它沒有那四種疾鎖動物的特徵 可是因為它在lava的時候有 所以我們還是把它歸在 疾鎖動物裡面 那它跟其他的coldate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hox gene比較少 hox gene就是那個一個發育的基因比較少 所以可見他們發育的過程裡面 他們利用的這個基因的這個表現的可能是不一樣 他們演化的過程可能不太一樣 好 那早期的這個coldate的evolution 它的演化到底是怎麼樣呢 因為我們知道剛剛講說 文昌魚lenslate呢 那麼它是第一個分支出來的 好 所以這些coldate的祖先呢 那麼可能就是比較像是文昌魚 因為它第一個分支出來 好 所以在文昌魚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是文昌魚呢 它的nerve cord 它的nerve cord 那這個是vertebrate 它的這個brain 它的前腦 然後這是中腦 這是後腦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說 在coldate跟後面的這個vertebrate 他們在演化上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些叫做hox gene 這些hox gene呢 在文昌魚裡面呢 它的nerve cord 你可以看到它有所謂的BF1 OTX 這樣子的一個hox gene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hox3 它雖然它的nerve cord 只有一點點 好像一小撮 在它的這個個體的前端 可是你看一看下面這是vertebrate 在它的前腦 你也看到BF1 OTX這種hox gene 然後後面也有hox3 所以可見呢 他們hox gene 他們的這個nerve cord 或者是在脊椎動物裡面的brain 雖然是構造可能有點不一樣 可是他們有同樣的hox gene的排列的方式 他們的表現的方式 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呢 就是在這個 在這個tunicate方面 就是在剛剛的這個背囊類裡面 因為它跟脊椎動物比較近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有一些gene是在 關於這個心臟 或者是siroid 就是甲狀腺 有關係的一些gene呢 那麼在脊椎動物裡面 跟在這個tunicate 就是背囊類裡面呢 都有相同的基因 可是呢 在無脊椎的脊鎖裡面 就沒有這樣的基因 所以可見tunicate 跟脊椎動物呢 關係比較近 那另外呢 就是在tunicate 在背囊類裡面呢 它有一些這個embryonic cell 就是有一些胚胎的細胞呢 它跟這個脊椎動物裡面 脊椎動物它會出現 所謂的neurocrest 就是神經級的細胞 它有很相似的特性 就是在背囊類裡面 有一些胚胎細胞 跟脊椎動物裡面的neurocrest cell 它們結構上呢 特徵很類似 那neurocrest是什麼東西呢 這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 在胚胎發育的過程裡面 這個是neurocrest neurocrest是在背部 在這個胚胎的這個背部 然後呢 在它的脊鎖的背側 脊鎖的背側 原來有神經板 然後呢 在發育過程裡面 它凹陷 將來就形成神經管 就是形成神經管 那麼在神經管的兩側 那麼有特殊的細胞 也是由這個神經外胚層來的 它也會隨著 形成這個神經管的時候 它會往神經管的兩側移動 就是這個綠色的部分 那這個綠色的部分呢 就是所謂的neurocrest 神經級 神經級可以形成很多的這個 各種不同的這個結構 那這裡呢 你可以顯示 它可以形成 在頭部的這個地方 有很多的結構呢 是由neurocrest而來的 那這個以後 你們講到胚胎發育的時候 還會再提 所以剛剛講說這個 囊鞘內 背囊類呢 那麼它有類似 這個neurocrest的 這樣子的細胞存在 所以顯示 tunicate跟vertebrate 關係蠻近的 好 所以我們接著就講 vertebrate 脊椎動物 脊椎動物呢 它也是脊鎖動物 但是呢 它有backbone 有脊柱 有脊柱 那我只能說 它大部分有脊柱了 但是等一下我們要提的 那兩種呢 它只有出 就是一個很基礎的這個vertebrate 那就跟真正有脊柱不太一樣 好 所以它的特徵是什麼呢 它有這個genetic complexity 它的基因呢 會更複雜 怎麼複雜呢 它有這個hawks gene呢 它有two or more sets 就是說它的hawks gene呢 會duplicate 會複製 所以它的hawks gene呢 不只只有一套 它會有兩套 甚至有三套 就是我們剛剛講 lenslate跟tunicate 它只有一套而已 它只有一堆 一群 那在這個脊椎動物裡面呢 它可能就有兩群或三群 因為它發生duplicate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些這個gene 一些這個regulatory gene 一些這個調控的基因呢 它也會duplicate 所以在脊椎動物裡面呢 它的基因是比較複雜的 那第二個特點當然就是 它有vertebrate 它有脊椎 有脊椎骨 這個脊椎骨呢 它是會包圍著spinal cord 包圍著這個神經鎖 那除此之外呢 那麼它會有score 就是有顱骨 有頭顱骨 一個頭顱骨 然後連接著這個脊椎骨 那再來就是有neurochrist 這個剛剛提到過 好 所以這些都是它的 衍生的一些特徵 這些我們可以來定義 有這些東西 那麼它就是脊椎動物 那脊椎動物 我們接著要討論的 有兩大類 一個叫做hawkfish 一個叫做lamprey 蠻蔓跟巴木蔓 那這一類的這個動物呢 沒有jaws 沒有這個惡 因為我們後面會提到的就是 慢慢脊椎動物會出現惡 所以這類動物它是沒有惡的 它leg a backbone 所以它其實它沒有脊椎 但是它有很簡單的 很初級的這個脊椎骨 所以為什麼把它列在這個脊椎動物裡面 雖然它沒有脊椎 可是它有簡單的脊椎骨 它有 rudimentary vertebrate 它有非常初級的 簡單的一個 vertebrate 那這一類的動物 我們把它稱作cyclostome 叫做圓口類 叫做圓口類 它是沒有惡的 好 我們先看這個hawkfish 叫做盲曼 盲曼呢 那顧名思義就是它的 它這個就是看不到 那它是jawless vertebrate 就是沒有惡的 沒有惡的這個vertebrate 它的vertebrate呢是highly reduced 就是非常的簡單的 非常簡單的 那它的顱骨呢是軟骨性的 是軟骨構成的 那它跟那個前面的那個 前面的這個 這個文昌魚一樣 它有所謂的這個muscle segment 就是segmental muscle 好 那在這一類的動物裡面呢 它沒有脊椎骨 所以其實它的notocode 還是蠻完整的 那麼所以它的notocode 它會變成一個類似軟骨 一個很有延展性的一個結構 因為notocode就是一個支撐用的 所以這一類的動物它有notocode 那它的這個brain很小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盲曼 它的盲曼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嘴巴 它的嘴巴裡面呢 有tooth-like structure 有一個這個像牙齒一樣結構的 那麼它主要是由keratin所構成的 所以你注意一下 它雖然是牙齒 可是跟我們這個人的牙齒 或是其他動物的牙齒呢 可能不太一樣 它是由keratin keratin是角質素 像我們的皮膚就是有 裡面就有很多的角質素 然後呢它是海生的 通常在海底裡面 在海底裡面 然後你可以看到呢 它是一個scavenger 是食腐動物 所以通常它是吃這個動物的屍體 或者是有一些動物已經快要不行了 它就是吃這樣子的一個食物 它很特別的一點呢 就是它有slime gland 叫做黏液腺 黏液腺 它的身體會分泌黏液腺 你看這個人的手 它充滿黏液腺 就是它去抓它 那它這個黏液腺呢 有很多的功用 譬如說呢 當它要吃東西的時候 那麼它可以 不是 就是有其他動物要吃它的時候 有其他動物要吃它的時候 它就會分泌黏液 那麼它分泌黏液呢 讓人家抓它不好抓 對不對 可是你想想看它分泌了很多黏液之後呢 它怎麼樣把它身體的黏液去掉呢 那它會有一個叫做 No trick No trick behavior 就是它身體會打結 它的身體會打一個結 然後那個結呢 就是會慢慢的再拖出來 那個結慢慢的往後或者是往前 然後就把它的黏液把它拖掉 它這種打結的這個行為呢 在吃東西的時候也可以用到 就是說它要吃東西的時候 它身體去擋著它的時候 它要有用力 它也打一個結 然後結呢 就慢慢的堵到這個 它要吃的東西 所以這個叫做No trick behavior 好 那接下來是巴木曼 巴木曼也是無二的 剛剛我們說它是屬於原口類 跟前面的那個一樣 一樣 巴木曼其實它不是 不是有八對眼睛 因為它是屬於七腮蠻類 我們看這裡 它這個叫做七腮蠻類 七腮蠻類就是 它的身體上面有七對腮 然後加上一個眼睛 所以稱它做巴木曼 其實它是只有一對眼睛 那它有一些種類呢 是屬於Parasite 我們知道所謂Parasite 就是它會 它會吃其他的這個 譬如說動物 它會用它的什麼 Rasping mouse跟Tongue 你看這個嘴巴 這個就是一個寄生性的這個巴木曼 它的嘴巴裡面呢 有這個Rasping Rasping就是像搓刀一樣 搓刀一樣的這個結構 然後它就會附在 譬如說其他的魚類的身體 然後那個搓刀就是去磨磨磨 把人家的這個皮膚磨破 然後呢就可以吃它的肉 或吸它的血 所以它是屬於Parasite 這個種類 當然它也有free living 就是也有自由生活的 不做這種事情的 那麼它的Lava 它的誘體呢是 Suspension Feeder 是一個這個 綠石性的 是綠石性的 它很像這個 這個誘體就很像文昌魚那樣 是個綠石性的 然後等到它成體的時候呢 它常常會到那個海洋裡面去 然後就變成是Adult 那變成是寄生性的 好 那它也有notical code 因為它的脊椎呢也是 非常的原始 它是很原始的脊椎 它的脊椎呢就是類似這個 一條這個notical code 然後呢就會有一些這個結構伸出來 就很像脊椎伸出來的這個脊椎一樣 所以非常的簡單 但是它的這個軟骨跟其他的軟骨又不一樣 一般的軟骨呢它是有collagen 就是有膠原蛋白 可是呢它沒有 好所以剛剛我們提到的盲曼跟巴木曼呢 事實上呢它們還是維持著這個notical code 來當作一個支撐的結構 然後它們只是有簡單的 非常基礎的一個vertebrate 一個這個脊椎的一個非常原始的這個結構而已 不是真正有脊柱 好所以我們接下來就來看脊椎動物的演化 第一個我們先看海口蟲 海口蟲在這裡 這個是一個畫出來的 那這些當然都是畫石 然後這個是它的畫石 那這是畫出來的樣子 然後它的樣子就很像lenslate 但是呢它有一些類似 類似脊椎動物的結構 比如說它有well-formed brain 它有這個brain 然後有small eye 而且它有muscle segment 但是呢它沒有scar 沒有頭顱骨 也沒有耳朵的這個結構 這個是海口蟲 所以它還不是一個脊椎動物 那這個是前面講的昆明魚 這個昆明魚呢它已經有這個eal capsule eye capsule 有耳朵眼睛這些的結構 甚至呢它有一部分的scar 有一部分的乳骨 那它是第一個有頭的 因為它有部分的scar 是第一個有頭的這個cordate 但是呢它還是沒有vertebrate 它還是沒有脊椎 所以這些都不是 不算這個脊椎動物 好那第一個這個早期的脊椎動物是什麼呢 好這是一個這個牙型動物 大概是在500到200 mya就是million years ago 好這一類的動物它還是沒有gel 沒有這個蛾 但是它有明顯的眼睛 你看在這個地方是這一隻 明顯的眼睛 好然後在它的嘴巴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一個像這個 像這個勾狀的結構 勾狀的結構 這個結構呢是它的dental tissue dental tissue 好像牙齒一樣的結構 那這個結構呢它已經minorize 就是已經有這個礦物化 表示呢有一些鈣質的成績 那這裡要提到的這個主要就是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軟骨魚類 那所以就看看這個 他們的這個骨質的這個演化 就是身體裡面這個骨 一個骨架它的演化到底是怎麼樣 除了在它的嘴巴裡面有這種dental tissue之外 在它的這個pharense裡面也有 好這是牙型動物 另外呢還有一些 jawless它是沒有餓的 但是具有盔甲的 你看像下面這一些 那這個是在485到359 million years ago 我們看到這是起甲魚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身上 它的身上已經有一些這個結構 來幫助它去抵抗人家 你看這是尖尖的這個結構 所以這個就叫做盔甲 鋸盔甲 好那它有pale fin 還有inner ear 所以跟一般的這個脊椎動物裡面的一些結構 已經很類似了 那它的這個這種盔甲的這個結構呢 已經是具有這個礦物化的骨頭 是礦物化的骨頭 所以在早期的脊椎動物裡面 事實上他們已經有一些這個礦物化的骨質的出現 但是大部分是先出現在它的牙齒啦 或者是它的這個攻擊的這個盔甲上面 比較沒有在它的internal skeleton 就是它的內骨骼裡面 它身體的這個支撐裡面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internal skeleton它的骨化的這個情況 那一開始的時候這些內骨骼呢 它們是一些沒有礦化的carriage 是一些軟骨 然後呢 接著是頭顱骨先出現了一些礦物化 大概是在470 million years ago 然後接著呢才會在他們的internal skeleton裡面呢 它是軟骨 然後呢會出現一層薄薄的硬骨包圍在上面 所以這個大概是430 million years ago 所以他們的這種內骨骼變成骨化 是比較晚一點 好 接著我們就看所謂的這個nusle stones 是二口類 二口類 那麼二口類就是什麼呢 它已經有jals 已經有二 已經有二 就有別於前面那兩種 是叫做圓口類 它是沒有二的 那它的這個衍生的特徵是什麼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有所謂的hinged jaws 腳接二 這個二就是有上二有下二 然後兩個會接在一起 這個叫做腳接二 那腳接二它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知道呢 早期的這個動物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所謂的這個faryngeal slit 或者是叫做gear slit gear slit是因為在魚類裡面 我們就稱作是叫做篩裂 那其他的就叫做淹裂 好 那這個這個淹裂呢 那麼它會有一些支撐的結構 支撐的結構 這些支撐的結構呢 就稱作skeletal root Skeletal root 好 在二口類裡面呢 在它的前端 就是頭端的部分前端 有一些這個支撐 Faryngeal slit的這些skeletal root 它就會 它就會進行這個modification 它就會進行一些特化 然後特化 就會變成所謂的這個上下二 變成是gear 變成是gear 前面的這個第一對 你可以看到這個綠色的部分 就變成這個gear 第二對這個是紅色的 就變成是支撐它的一個結構 好 那有了這個二口之後呢 它的其他的 其他的這個部分的faryngeal slit呢 那麼它就變成有其他的功能了 它變成有其他功能 原來這個gear是當作一個 suspension feeder 就是綠石用的 但是呢 後來呢 就會變成是 所謂的氣體的交換 因為這個篩裂呢 現在 就是要綠石的功能呢 已經被什麼 已經被它的前面的口 所取代了 它就有上下二 它吃東西的種類可以更多了 而且更有效率 所以這個faryngeal slit呢 它就從綠石的功能呢 它就變成是氣體的交換 那另外呢就是 它的這個基因呢 也再一步就發生 就是在進行所謂的duplication 所以這個hox gene呢 就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好 那它的這個for brain變大 它的前腦會變大 那所以 因為這個前腦變大 所以呢 就可以幫助它 一些這個 嗅覺啦 還有一些視覺啦 就會更 更進步 那麼它有所謂的 lateral line system 叫做側線系統 這個側線系統呢 在很多的水深的二口類裡面都有 好 側線系統呢 它主要呢 就是可以測 一些這個 比如說在海水裡面 那這個水波的震動 它可以偵測到 所以它可以偵測vibration 附近呢 有這個其他的生物 或是它的掠食者經過的時候 會震動 所以它可以偵測到 好 那至於這個 二口類呢 它的化石 大概最早呢 是440 million years years ago 那麼可以看到呢 這個是一個鈍皮魚類 鈍皮魚類通常沒有這麼大 這一隻是特別大的 那它主要就是它具有鈍片的皮膚 所以叫做鈍皮魚類 另外還有一些急魚類 我們就不特別去提它 好 那第一個這個 所謂的二口類 就是有餓的動物呢 那我們要提的是軟骨魚類 軟骨魚類 軟骨魚類包括有鯊魚 烘魚 還有一些其他的跟它相關的 那顧名思義呢就是 軟骨魚類就是它的骨骼呢 主要是由軟骨所構成的 但是不是完全是軟骨所構成 因為你可以在一些這個結構裡面 譬如說它的scale 軟骨魚類它也有鈴片 那麼它的鈴片是tooth-like 像牙齒一樣的鈴片 還有在它的牙齒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這個硬骨的存在 就是說它的軟骨已經有 有這個礦物化了 就是有一些鈣質啊 等等的東西層積 所以它是主要是軟骨構成 但是有一些部分你可以看起來 它是有這個礦物化的存在 好它包括鯊魚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鯊魚 你可以看到鯊魚呢 它是一個有這個流線型的身體 所以因此它 它這個游得很快 它可以游得很快 它可以跟著獵物 那麼 當然它的游得那麼快呢 是跟它的身體有一些fine 有一些棋有關係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 它有背棋 有胸棋 有腹棋 整個身體的肌肉收縮 或者是它的背棋 可以當作一個舵一樣 然後胸棋跟腹棋呢 就可以來操控它的這個身體 那鯊魚呢它的消化道 比起其他的動物來講 它是比較短 那因為這個要消化食物嘛 所以它雖然比較短 可是呢它的消化道會有 spiral valve 就是有螺旋磅 螺旋磅就是可以增加它的 跟食物接觸的表面積 所以可以幫助消化 那因為呢它很快速的游動 然後要去它是一個這個掠食者 所以它有很很好的這個 感覺系統 譬如說它的視力很好 然後呢它還有一個叫做 nostril nostril就是鼻孔 它的鼻孔是一個盲道 不是像我們一樣是呼吸用的 它是一個盲道 所以它是affection 就是它是擔任嗅覺的角色 它的鼻孔是擔任嗅覺的角色 然後它還有electron sensor 在它的頭部有electron sensor 有電感應器 所以這個電感應器呢它偵測什麼呢 就是其它的這個魚類啊 它在它在游動的時候它會收縮嘛 收縮的時候就是肌肉收縮有這個放電嘛 那麼這個電的改變 它就可以由電感應器去偵測 所以它就很快知道它附近的這個獵物 那鯊魚它是屬於這個體內受精的 因為呢它有所謂的claspers 叫做齊構器 那位置是在它的腹齊 你看這邊腹齊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齊構器 它就是交接器 它進行體內生殖的時候用的 好那它有軟生的 有軟胎生的也有胎生的 所謂軟生呢就是它受精之後呢 然後就把它軟排出來 那個體就是在體外去發育 軟胎生的話呢就是它受精之後呢 它會在它的生殖道裡面 然後去發育 然後接著呢就是它就生出來 胎生的話呢就是它完全依賴它的這個 Presenta 就是等一下後面我們會講到Prolate 然後它是在它的子宮裡面發育好了之後呢 然後呢就生出來 那鯊魚呢它有所謂的croaca croaca呢就是這個卸直腔 它的卸直腔就是消化跟生殖 是一起的 這個叫做卸直腔 好我們剛剛忘了講就是在鯊魚呢 你看它很可怕 你看這個牙齒 它的牙齒有很多列 很多排 然後那個牙齒呢 外面這一排呢它可能會掉落 然後呢後面這一排就頂替 所以它牙齒一直長出來 一直往前去頂替這個前面的這個牙齒 好再來是這個鯊魚 這是鯊魚 鯊魚呢它的身體比較特別 就是它是背負扁 它是扁的 然後呢它的這個 胸臍非常的寬廣 你可以看到胸臍兩片 所以它可以這樣拍動 好 那因為它是扁的 它的眼睛是長在頭頂上 好 那很多這個鯊魚呢 那麼它有一個這個 Hip like tail 有一個邊狀的尾巴 有個尾巴 而且這個尾巴呢 很多呢它是有這個毒線在它的附近 好 那這個尾巴很厲害 所以如果有人去游泳或潛水的時候呢 碰到這個鯊魚要特別小心一點 因為它這個邊狀的尾 刺到你就很麻煩 以前不是有一個這個鱷魚先生 有沒有 他就是在拍影片的時候 就是被這個鯊魚呢 尾巴刺到它的心臟 所以就死掉了 另外還有一類叫做銀角 這我們就不多提了 好然後是叫做Raven fish跟Lob fin 就是條鯉魚 還有葉鯉魚 這類的這個生物呢 它是屬於所謂的硬骨魚類 硬骨魚類 有別於前面的軟骨魚類 那我這裡這個魚做了一個括號呢 是就是說我們稱它叫做硬骨類比較好 因為這個字其實是硬骨魚類 但是問題是呢 硬骨魚類 它是包含這個硬骨魚 還有包括氏族類 那氏族類就不算是魚類 通常我們是這樣稱的 所以呢我們會稱它叫做硬骨類 因為它包括硬骨魚 還有這個氏族類 因為氏族類它是由這個葉鯉魚演化而來的 所以它包括在這個裡面 葉鯉魚裡面 那這裡是講一個這個魚類 它的一個大部分的一些特徵 大部分的魚有這樣的特徵 第一個呢就是硬骨魚 它跟軟骨魚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Occulent 叫做鮮蓋 鮮蓋 鮮蓋呢就可以保護這個裡面的這個鮮 裡面的鮮 那鮮可以進行這個氣體的交換 那所以它只要這樣鮮蓋這樣打開打開 有一些這個水分跟氣體就會進來 然後跟它交換 那另外呢它跟軟骨魚不一樣的地方呢 是它有Swing Braider 它有泳票 它的泳票呢就可以控制它的浮力 所以當它要上升下沉的時候 它就可以把泳票變大或變小 讓它可以上升下沉 像前面的軟骨魚它就沒有這個泳票 所以鮮魚它一定要不停的進行它的肌肉的收縮 那它才可以游動 那另外就是這個 在硬骨魚上面呢它有這個Bony Scale 有鱗片 有鱗片 那它的鱗片是骨狀的 我們前面講到這個軟骨魚類 因為它有Tooth-like Scale 對不對 像牙齒一樣的這個Scale 所以這個Scale有點不太一樣 那它的皮膚呢也會分泌這個黏液 它會分泌黏液 所以它在皮膚上面呢會有一些黏液 所以你看那個魚呢也是滑滑的 因為它有黏液 那剛剛講說這個 在二口類裡面呢都會有這個側線系統 所以硬骨魚類它一樣有側線系統 它可以偵測Vibration 這個是跟軟骨魚類一樣的 那它是進行這個External Fertilization 在大部分的魚類裡面是進行體外受精 所以它會把精子跟軟子排出去 然後在體外進行受精 好 我們暫時停到這裡好了 好 那鷹骨類包括這個所謂的這個條旗 條旗魚 我們先講條旗魚 它就是屬於這個條旗魚類 最主要就是它有Fins 有這個旗 而且它的旗呢 它是有所謂的Bony Ray 有一些這個條狀的 骨狀的這個 骨狀的條狀的這個結構呢 支撐它的旗 當然它就是可以操控 它的這個身體去運動 那條旗魚呢 其實有很多我們熟知的 就是我們吃的魚裡面有很多 市場裡面很多魚 都是屬於這個條旗魚 都很好吃的 好 比如說這裡有一些這個魚類 獅子魚 然後這個是 好 這邊是海曼嘛 還有這個Tuna 海馬比較特殊一點 海馬的話呢 我講一些其他的東西 你們同學不要一直問我說 這會不會考什麼的 我有時候會講一些額外的 那就沒有關係 你們知道就好 像海馬的話呢 它會有一個這個育兒帶 海馬的話呢它是 吃的海馬就把軟下到 它的育兒帶裡面 然後呢 精子卵子就在那邊受精 就在這個袋子裡面發育 然後等到它發育完全之後呢 才跑出來 所以這個比較特殊一點 好 再來是葉鳥魚 葉鳥魚它是屬於肉鳥魚類 所以它的鳥比較特別 它的鳥呢 比如說它的胸鳥跟它的尾鳥的部分呢 它是一個肉鳥 它是一個磅狀的骨頭 剛剛那個前面那個是條狀的 條鳥魚就是條狀 那它這個骨頭是磅狀的 而且這個鳥呢 因為它屬於肉鳥魚類嘛 所以它的周圍 就是它的育體比較多 包的比較多 為什麼它會變成這樣子呢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葉鳥魚它會衍生出 三種這個腺生的魚類 腺生的種類 其中有一種就是四竹類 所以它的鳥呢 慢慢就要演化成 四竹類的那個臨 就是肢 它的四肢了 所以因此它慢慢就有這種 結構呢慢慢變成 有一些肌肉質 然後它的骨骼呢 也比較是磅狀的 所以後面我們會看到 好所以現身的呢就是有三種 一個叫做槍擊魚 一個叫槍擊魚 然後這個是這個槍擊魚 這是槍擊魚 那槍擊魚呢以前認為就是說 好像已經沒有了 但是後來還是有發現 好這是廢魚 肺魚 肺魚的話 顧名思義就是 它有肺 它可以幫助呼吸 所以它有時候會利用肺來呼吸 好那接下來就是四竹類 所以這是葉鳥魚 好那接著我們看四竹類 四竹類 所以四竹類它是屬於這個 二口類 然後呢它是有肢體的 所以剛剛同學就問說 那你要怎麼看它屬於哪一類 你就看這張圖 好這邊就是 二口類就是從這裡到這裡是二口類 然後它就包括軟骨魚類 然後呢有條鳍魚 然後呢就有葉鳍魚 所以到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呢這個是 這是所謂的硬骨類 這是硬骨類 上面這個是軟骨 軟骨魚類 所以下面就是硬骨類 所以如果包含的程度的話 當然這個包含的程度最廣 然後越往下面包含的這些種類 就是越 越specific 越少 所以你稍微看一下這個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氏族類它的特徵 氏族類當然有四肢嘛 Four limbs 而且呢它的 feet with digit 它的腳已經有這個 有腳趾 有腳趾 那它會出現頸部 會出現頸部 然後呢它的 Pelvic Girdle 它的腰帶 它有腰帶 然後Fuse to Backbone 它會再跟這個脊柱呢 癒合 好 那另外一點就是它的 Pharyngeal Clip 變成 Part of the Ears 跟 Certain Gland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Pharyngeal Apparatus 就是它的煙氣 煙氣它的煙功衍生出頭頸部的一些結構 那 煙裂呢它也會衍生出一些頭頸部的結構 好 那Tetrapod它的這個來源 它的來源呢 事實上呢你可以看到 它從 從這個最早 從最早 然後衍生出這個 這邊就是它的這個 Limp with Digit 在這個地方 所以從這個地方開始 下面就是 所謂的這個 氏族類 那在它演化過程裡面呢 我們都認為它是由所謂的 葉祺瑜衍生而來的 葉祺瑜 Loft Finn 好 那因為它怎麼從這個葉祺瑜 然後演化成這個氏族類呢 你中間你要找到一些證據 所以我們說演化最重要的 最有力最直接的證據 當然就是要有化石嘛 所以陸陸續續呢 有一些人就找到化石 最早的時候呢 找到這個新義魚 然後呢還有下面的這些這個 極遠 但是關係很遠嘛 後來又慢慢陸陸續續就找到 潘氏魚啊這些的 那就慢慢把這個 比較遠的關係呢把它拉近了 所以剛剛我們講到 它找到一個關鍵 就叫做提塔利克魚 它是位在這個位置 位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是它的Limp的一個特殊的這個骨骼的結構 你可以看到它已經越來越像 下面這個已經有Digit 這個還沒有嘛 這個還沒有 所以呢它就把這個Gap 把這個演化上面的這個 一些這個缺少的部分 它就把它補足了 所以它有什麼特點呢 有人就稱它是Fisher Ports 是角魚 稱作角魚 那它有一些結構呢 是跟魚類是類似的 就是有魚的這個特徵 那有一些呢就是有氏族類的特徵 所以它可以說是一個中間型的 過渡型的 所以它相當重要 所以你看它有魚的什麼特徵呢 它有Fins 有鞋 有Gear 然後有Lungs 還有Scale 那另外呢我們可以看到呢 它有這個氏族類的一些特徵 因為它有肋骨 它可以幫忙這個呼吸 還有支持這個身體 然後它有頸部 就是氏族類開始有這個頸部 然後很有力的這個Shoulder 肩膀 那尤其是呢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Front Limbs 它的前肢啊 它的前肢呢 它是有這個氏族類的肢體的這個 骨骼的這個排列 骨骼的排列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 下面這個就是 你看它有公骨 齒骨 還有這個rest 丸等等 這些結構就是類似這個氏族類 那除此之外呢 那麼它的這個Pelvis 還有這個Real Fin 就是它後面的這個旗的部分 是跟一般的這個魚的這個旗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說這種提塔利克魚呢 它有這個魚是魚的部分 有氏族類的這個部分 所以呢就把整個 演化的這個 一些這個路徑呢 就是說它們的關係呢 就可以把它已經接起來了 那當然 上面這些你看 它有這個空白的部分 就表示說他們 這個其實是已經是 是絕機的 只有這個是 到這裡 這個白色的部分呢 到這裡就表示他們現在還存在 所以肺魚現在也還是存在的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看這個 整個氏族類它的這個 演化的情況 第一個當然是Amphibian 兩生類的出現 Amphibian這個字呢 它好像是一個 表示它有Dual Life 好像有兩個生活的地方 一個可能在水裡 一個是在陸地上 那它可以分成下面幾種 第一個叫做有尾目 有尾目 那它的例子是所謂的熔原 熔原呢它有水深的 那也有陸深的 我們可以看到陸深 熔原有時候你在外面可以看到 它如果是陸深的話呢 它在行走的時候呢 它是以所謂的這個 side to side bending 就是這樣彎彎曲曲的 身體這樣彎彎曲曲的這樣走路 那另外呢 就熔原有一個很特殊的 叫做右行遺流 右行遺流就是這一個 這個叫做美西原 什麼叫右行遺流呢 就是說 這隻這個美西原它已經是成體了 它已經成體了 可是呢它還有它 右體的一些結構 就是說它譬如說你看它已經成熟了 可是你看它有塞 一般來講 這種這個原類呢 那麼它是 就是已經不用塞來呼吸了 所以這比較特別 這個叫做右行遺流 剛剛是有尾 現在是五尾目 五尾目 譬如說這個蛙跟殘除 那將來你們要做實驗 就會碰到很多這個蛙的這個解剖 五尾目表示它沒有尾巴 沒有尾巴 當然沒有尾巴是指它成體的時候 然後它的這個舌頭很長 它常常是舌頭出去然後去捕食這個東西 它在這個身上 有一些這個skin gland 有一些會有這個skin gland 有些是有毒的 你看這一隻就是 身體非常的光鮮 很明顯是一種警告色 那麼這個就是它的腺體會分泌一些 吃起來不太好吃的 或者是甚至有毒的一些這個黏液 那殘除是什麼呢 殘除它是其實也是flog的一種 但是只是說它的皮膚很粗糙 它的皮膚很粗糙 第三類比較特殊 這是無竹目 它叫做這個茫緣 茫緣 茫緣的話呢它是沒有腳 所以它在演化過程裡面 它的腳消失了 幾乎是看不到的 看起來像是蚯蚓 所以你在野外看到的時候 有時候會看到它以為它是蚯蚓 好 好 那兩針類呢 我們剛剛講說它是Dual Life 就是在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flog 在蛙裡面會有Dual Life 可是在剛剛那個熔緣 還有這個茫緣 它就沒有這樣子的變化 我們說的下面這個是指 在flog就是在這個五尾木裡面 它會有這種所謂的metamorphosis 它會有變態的現象 所以它會有兩個不同的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Lava Stage Lava Stage呢就是所謂的Ted Pole 就是蝌蚪 蝌蚪呢 那麼它當然兩棲類它因為它要下那個蛋 它的那個軟外面有膠質 所以很怕這個水分的散失 所以它下蛋它要到水裡面去 然後下蛋它會進行 你看這個是External Fertization 就是假膠配 然後在水裡面就產卵 受精卵慢慢發育變成所謂的蝌蚪 變成蝌蚪 那這個蝌蚪呢它是水深的 然後是什麼 是草食性的 它是草食性 所以它是吃素的 但是它有篩 所以它用篩呼吸 所以你可以跟Adult來分別一下 那它也有Lateral Line System 它有Lateral Line System 它有側線 有側線 所以功能是跟前面一樣 可以偵測Vibration 它有Fintail 它的尾巴呢 尾巴是裡面也有旗 可是是比較簡單的 是比較簡單的 不像那個我們說的這個條旗魚 它中間是骨頭的結構 它不是 它不是 那當然它整個外面 它也是跟剛剛這個形成Adult一樣 它也是有一些分泌黏液的 黏液的這個情況 它的Adult呢 它是屬於這個露生的 它變成Adult 就是蝌蚪長出腳之後 然後呢它就會到陸地上去 那麼它就變成是肉食性的 那它就可以吃一些昆蟲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它有四隻腳 所以蝌蚪是沒有腳的 兩個不一樣 那它的這個呼吸 蝌蚪是用腮來呼吸 可是變成Adult Frog之後呢 它就是利用它的皮膚去進行呼吸 然後呢也用它的肺 所以它已經沒有塞了 已經沒有塞 那剛剛已經講過了它是 所謂的External Fertidization 就是體外受精 那有一些這個蝌呢 它會有這個Parental Cale 有Parental Cale 就是呢它會把它的受精卵 帶在它的身上 有親子照護的這種這種現象 所以它會有一個這個 帶著這個育兒式 好那接下來是有羊膜類 有羊膜類呢它是屬於Tetrapod 是氏族類 但是呢它有一個可以適應陸地生活的 一個Egg 它產生的這個卵 那麼它會適應陸地的生活 它包括什麼呢 包括Reptile 就是爬蟲類跟哺乳類 那我們說爬蟲類呢 它還包括鳥類 所以我們在這裡的分類是 鳥類它是屬於爬蟲類的一隻 因為鳥類是由爬蟲類演化而來的 好所以可以看下面這個圖 我們看這個圖 我們看這個圖 這個是有羊膜類的祖先 可以看到這邊有雙孔類 雙孔類 然後呢有核公類 核公類將來就是變成 所謂的哺乳類 好雙孔類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所謂的祖隆類 然後下面這邊是玲瓏類 玲瓏類 所以我們會分別討論 你看玲瓏類的話呢 包括有惡蜥 還有這個是有菱類 就是有菱片 然後上面祖隆類就是包括 鮭、鮭、鱷魚、還有恐龍 那你看到恐龍呢 這邊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這個鳥類 所以鳥類是由一種爬蟲類衍生而來的 這我們後面會提到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有羊膜類呢 它的衍生的特徵是什麼 第一個當然就是它具有有羊膜的卵 其實它不是只有羊膜 它具有所謂的一個叫做 Extra embryonic membrane 配外膜 為什麼叫配外膜呢 就是因為這個膜它不是由胚胎本身來的 是胚胎以外的一個結構 如果以一個雞蛋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羊膜 這個羊膜就是包著這個胚胎的 它裡面會有一些液體 所以它可以保護胚胎 第二個就是絨毛膜 還有這個軟黃膜跟尿囊 我們來看這個絨毛膜跟尿囊 這兩個呢 都是有這個讓它們進行一些 這個氣體跟廢物的交換的 這種功能 那軟黃膜的話呢 如果是在這個 比較這個靠近脊椎動物 比較早期的脊椎動物的話呢 那麼它是可以供給營養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暖黃 它是供給營養的 那如果是在人類的話 它功能就不太一樣 這個以後會提到 尿囊在比較這個 這個早期的這個脊椎動物裡面 當然它還有儲存這個廢物的一個功能 所以就叫做尿囊 那除了這個有羊膜的軟之外呢 那還有一些適應陸地的生活 的一些特徵 譬如說呢 會有殼 你看這個鳥類 當然雞蛋外面就是有shell 有殼嘛 硬的殼 所以它可以 可以在陸地上殘軟 它不怕這個水分的善失 因為它有這個殼保護 那或者呢有一些這個 有羊膜類呢 它甚至呢就是 會在母體裡面身體 母體裡面呢它是發育 然後呢再出來 所以這個都是保護的一些結構 那另外有羊膜軟的 這一類動物呢 他們還有所謂的rib cage 有胸闊 那就可以幫助他們 肺來 來這個 進行這個呼吸的這個作用 另外就是這個有羊膜類的話呢 他們就是它的皮膚呢 是相對的是比較 impermeable 就是比較不會這個 可以通透的 比較不通透的這個皮膚 那譬如說呢有一些就會有鈴片啊 或者是皮膚上面有這個角質層 這樣子就可以防止這個水分的善失 所以相對來講 他們也比較不能夠 像兩棲類一樣利用皮膚來呼吸了 好 那早期的有羊膜類呢 看起來就像 一個這個蜥蜴一樣 這裡有一個叫靈蜥蜀的 然後呢 感覺是比較小的 比較小 然後呢是掠食性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所謂的這個爬蟲類好了 爬蟲類呢 那它的皮膚上面會有鈴片 有鈴片 所以它有防水的功能 那這個鈴片呢是由這個 keratin所構成的 一樣是由這個角質素所構成的 那他們是進行 體內受精 大部分的爬蟲類呢 通常就是它具有這個 有殼的 外面會有殼 你看這邊就有這個爬蟲類 它正在破殼而出 所以他們有shell 有殼 那爬蟲類呢 大部分是屬於所謂的actorsum 就是外溫動物 那這不包括 不包括這個鳥類 所以是屬於 是non-bird reptile 就是除了鳥類以外的爬蟲類呢 都是屬於外溫動物 所謂外溫動物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體溫的維持是靠外界的環境 所以如果外面比較熱的話呢 那麼它體溫就高 比較冷的時候它體溫就低 所以他們有一個辦法調節 就是當有大太陽的時候呢 它就到那個樹蔭底下 或者是在石頭下面 然後不要太熱 那如果是天氣比較冷 那有太陽出來 他們就去做日光浴 就是可以讓身體的體溫呢 達到一個水準 那其他像這個鳥類它是屬於內溫動物 所謂內溫動物就是它身體的體溫的調節呢 必須要靠它身體的代謝 靠它的身體代謝 所以這一類的動物呢 它的代謝率比較高 它需要的能量比較多 所以它吃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為什麼有一些這個爬蟲類 它可以在比較乾燥的環境裡面 因為它身體的這個代謝會比較低 它需要的能量比較少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看這個爬蟲類 它的一個演化的過程 好 剛剛已經提到過呢 爬蟲類呢 它是由所謂的這個雙孔類 雙孔類就是這個地方 雙孔類 那什麼是雙孔類呢 雙孔類就是在它的頭顱骨 頭顱骨不是有這個眼睛嗎 在它的眼眶的後方 眼眶的後方 它在每一邊 每一邊呢 那麼就是會有一對孔 雙孔 雙孔就是每一個眼窩後面有兩個孔 所以左右兩邊都有兩個孔 這個叫做雙孔類 那這個是要跟等一下的這個核公類 來分別的 核公類又稱作是單孔類 就是說在它的眼窩的後方呢 是只有一個孔的 每一邊各有一個孔 這兩個不一樣 那麼它有兩大類 它有兩大類 一大類呢就是剛剛說的 這一邊 這一邊呢是這個 所謂的這個玲瓏類 玲瓏類 玲瓏類呢就包括一個叫做惡西類 惡西類 還有這個Lisa跟Snake 這兩個 這兩個就是稱作有靈類 就是有靈類 所以這邊是玲瓏類 那上面這個是主龍類 主龍類的話就包括什麼 烏龜 鱷魚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做這個翼龍 翼龍這個 打這個符號就是它已經 絕跡了 然後還有恐龍 還有這個恐龍 好那恐龍在這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它分成兩大類 一個就是這個鳥屯類 鳥屯類 這邊是鳥屯類 然後一個是這個 這個鳥屯類 這個鳥屯類的話呢 包括一個叫做瘦角類 瘦角類 瘦角類呢就是將來它會 衍生成所謂的這個鳥類 所以這是它們之間的一個關係 好那這個恐龍以前都認為它 因為恐龍很大嘛很大隻啊 所以以前就認為說它們好像 動作都很緩慢 但是其實恐龍也會跑得很快 動作也是很迅速的 那有一些甚至呢還會有群居的現象 會聚集在一起 所以這個有點跟我們的印象中好像不太一樣 那這邊有所謂的翼龍 你可以看到翼龍 它這個它會飛 它會飛 可是它會飛你看它的整個這個 它是一層這個膜狀的結構 位在它的前肢跟後肢之間 就是等於是一個一層膜那個樣子 那這個構造跟一般的鳥類的翅膀是不一樣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菱龍類 菱龍類就是這個惡蜥 惡蜥類 惡蜥 那它是類似所謂的這個 像這個蜥蜴一樣的這個爬蟲類 好這裡我們不多談 我們可以看一下有菱類 剛剛說有蜥蜴嘛 有蜥蜴 然後有蛇 這是蛇 蛇當然沒有腳 然後它有這個chemical sensor 偵測這個化學物質的 還可以偵測熱 可以偵測熱 它要偵測化學物質的時候 它會伸出它的舌頭 它的舌頭伸出去之後 就是把一些氣味把它這個弄回來 然後在它的嘴巴裡面它去偵測 那有一些是有毒的 所以有毒液 那之前在 在講這個演化的時候應該有提到 就是它們的這個膠繃是很特別的 就是說它們的連接非常的鬆散 它們有膠繃 可是不像那個一般的有惡蜴 連接的很緊密 它是很鬆散 所以它嘴巴可以髒得很大 然後可以吃很大的這個動物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烏龜 烏龜在早期在分類的時候 它們沒有把它分在是這個 所謂的這個雙孔類裡面 主要是因為它沒有雙孔 它的眼窩後面沒有兩個孔 可是後來發現它的祖先裡面有 就是說有雙孔類的特徵 所以才把它列到這個雙孔類 那它有這個shell 就是有上龜甲跟下龜甲 那當然它這個龜甲 會跟一些脊椎骨 鎖骨還有這個肋骨 癒合在一起 然後再來就是鱷魚 鱷魚有短吻鱷還有這個鱷魚 短吻鱷就是你有時候稱alligator 跟crocodile都是鱷魚 但是一個是短吻鱷一個是這個鱷魚 一般的鱷魚 好那鱷魚可以在水裡面這個有 因為它的它有朝上的鼻孔 好接著我們看鳥類 鳥類的一些衍生的特徵 主要都是要為了要適應飛行 適應飛行 所以它要飛行的話它一定有翅膀 那翅膀上面就是有羽毛 而且這個羽毛的結構就是 由keratin所構成的 好它的羽毛我們看下面 下面這個圖你可以看到 它的羽毛呢 那麼它會有一個羽軸 中間有一個羽軸 它的這個羽軸是中空的 然後呢它可以充滿了氣體 然後旁邊延伸出來就是羽片 就是羽片 在羽片裡面呢 那麼它會有這個 生出來的這個叫做羽織 就是從羽軸延伸過來的叫做羽織 羽織呢就有分出來更細的小羽織 然後有一些羽毛呢上面會有羽溝 會有羽溝 如果它有羽溝的話呢 通常我們就稱作是 controphysor 叫做闊羽 因為它那個溝可以把它 溝在一起然後變得很平整 通常這個鳥類它在 在整理它的羽毛的時候 通常是在整理這個闊羽 闊羽一般是就是 有這個羽溝 所以它整個羽毛是很平整的 那另外它也有一些叫做 downfeasor 溶羽 你們去買羽毛衣的時候呢 通常都是downfeasor要多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downfeasor呢它沒有這個羽溝 它沒有羽溝 所以它的結構比較鬆散 它結構比較鬆散 所以它裡面呢就可以充滿了一些氣體 可以跟這個在身體 在那個羽毛裡面的膨鬆 所以可以有一些氣體在裡面 那這是羽毛的結構 好 那鳥類的骨骼呢 它是像是蜂巢狀的 它不是很實心的 一般骨骼是很實心很結實的 那它是蜂巢狀 主要也是減輕重量 然後要讓它有空氣 那它也沒有這個膀胱 沒有urinary brader 所以有時候鳥類你看 你在它下面的時候 突然就是給你尿尿啊這樣下來 很容易被尿到 那就是因為它沒有膀胱 它有要排出來的話就隨時 隨時進行 如果是在不是生殖季節的時候 通常它的性線比較小 只有在繁殖季節的時候 它的性線比較大 當然這也都是為了減輕重量 尤其是譬如說如果它是蜂鳥的時候 它只有一個ovary 一般通常都是兩個ovary 可是它減輕重量 所以它只有一個ovary 而且它沒有牙齒 鳥類因為要在天上飛 所以它的視力要很好 然後呢 它的翅膀上面有很大的這個胸肌 還有它的飛行的肌肉 這些肌肉呢就固著在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骨頭上面 胸骨上面 那另外呢就是 它有很好的這個控制它 它飛行的肌肉的收縮的這種 這種這個控制的狀況 那還有就是 剛剛已經講過了 它是所謂的這個Anderson Anderson就是內溫性的 所以它要靠它的代謝 因此這個鳥類的代謝率比較高 它的代謝率要高的話呢 它就必須要靠它的呼吸系統 還有循環系統來幫忙 所以它的呼吸跟循環系統效率很好 好 鳥類呢也有一些這個複雜的行為出現 譬如說 我們還沒講到Animal Behavior 如果有動物行為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呢 它們會有這種求偶的儀式啊 什麼之類的的出現 演化已經有講過了 它有這個求偶的儀式 這就是生活比較多樣 另外呢 就是它是進行Internal Fertidization 好 那鳥類是 它的祖先是什麼呢 它的祖先是 大概160 million years ago 那是由一個叫做獸腳類 有羽毛的獸腳類衍生而來的 那在演化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看到很多的化石 有一些比較小型的恐龍 它是有羽毛的 但是呢它不能飛 所以它這種羽毛呢 它主要的功能呢 可能是當作一個絕緣體 保護它 保護它的絕緣體 另外一個呢可能就是 當作一個展示用的 它可能可以獲得比較多的伴侶 可能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因此呢 羽毛的出現 是比要會飛 要早演化出來 就是說先有羽毛 然後呢才演化出這個飛型 那最早的鳥類呢 一般認為是十足鳥 十足鳥 這個是畫出來的十足鳥 這是我們已知最古老的這個鳥類 那它也有像腦內一樣的有翅膀 但是呢它跟鳥類不一樣的地方呢就是 它嘴裡面有牙齒 而且呢你看它的這個翅膀上面呢有爪子 有Wing Claws 有爪子 然後呢它的尾巴很長 一般鳥類的尾巴比較短 脊椎骨比較少 那像它的話是 尾巴長然後裡面有很多的脊椎骨 好那現身的鳥類呢我們稱作是新鳥 有一些鳥是不會飛的 那這一類大部分是屬於所謂的平胸類 平胸類 不要笑人家平胸類 它是不會飛的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一般的鳥類是凸胸的 是凸胸的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龍骨凸起 它有龍骨凸起 平胸的話呢就是它沒有這個龍骨凸起 所以它就不會飛 譬如說駝鳥啊 然後那個鵝苗啊 死我雞啊等等 這些都是不會飛的 那有一類不會飛的比較特別就是企鵝 一般這個不會飛的鳥 通常它的 它的胸肌也不會很發達 可是企鵝呢 它的胸肌很發達 那另外就是它的這個 一般類似鳥類的這個翅膀 它變成是一個叫旗狀隻 所以它可以在水裡面飛 它是在水裡面飛 就是在水裡面有 是利用它的那個旗狀隻 那另外還有一些這個其他的 也是不會飛的 好那會飛的鳥很多 我們知道鳥類的種類實在是也很多 那因為它會飛行 那你用它什麼樣來分辨這些鳥類呢 你可以看它的整個外型 來分辨 所以那些賞鳥的人 可以看到很多的特徵 還有它的顏色 飛行的樣子 甚至它的行為 或者是它的這個 它的鳥的嘴巴 它的形狀 以及它腳的形狀 譬如說像這個蜂鳥 它可以維持不動 在空中維持 但是它不斷的拍翅膀 翅膀要不斷的震動 可是像那個軍艦鳥有沒有 它有很大的這個翅膀 它可以滑翔很久 才震動翅膀一次 那像這個蜂鳥就是它可以維持在那個地方 然後呢但是翅膀要不停的拍動 那像這個是這個 這個flamingo 這個flamingo你看它的嘴巴 它就可以在水裡面撈起來 然後裡面的食物就撈在它的這個嘴巴裡面 那像大山雀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腳 就是適合去抓著 抓著這個樹枝 可以站得很好 所以你可以用這些不同的形式去看它的 鳥類的種類 那我們不多提了 好 接著進入普魯類 普魯類呢它也是屬於這個有羊膜類 但是它最重要的特征是什麼 有毛髮 有毛髮保護身體 另外一個就是有乳腺 產生乳汁來哺乳 好 所以它的特征就是marmory grain 然後呢有羊膜 甚至呢在它的皮膚下面有一層這個 Fed layer 又一層脂肪 都是用來保護它的 好 那普魯類有kidney 可以保存一些水分 就是在進行這個 所謂的filtration 它的這個glomerulus 它的這個濕球體 可以過濾尿液嘛 對不對 尿液把它濃縮 但是保存一些水分 就像下面這裡有一個 一個叫做kangaroo rate 它就是有一個很強的適應這個環境 譬如說它在洞穴裡面 那麼它就可以防止水分的這個膳絲嘛 然後它的身體裡面也是一樣 這個kidney它有腎臟可以幫助它流存水分 它有很多這個適應的特徵嘛 好 那普魯類它也是屬於這個內溫性的 所以跟鳥類一樣 它的代謝率要很高 然後它的呼吸跟循環系統要很有效率 另外有一個特點就是 它的brain to body size的ratio是比較大的 表示這個腦子比較大 brain比較大 所以它可以調控的一些 做的一些這個事情呢 可能比前面的那些動物都來得要來得好 那它有extensive parental care 就是有清代照護 它會照顧它的下一代的這種行為 另外就是它有differentiated teeth 牙齒會有一些特化的情形 比如說我們有門齒有犬齒 有小舊齒有大舊齒 那這些都是有不同的功能 好 那普魯類呢 它是由所謂的合公類 合公類演化而來的 好 那合公類呢 剛剛已經講過就是在它的眼眶的後邊 那麼有一個孔 跟雙孔類不一樣 它也可以叫單孔類 這個孔就是所謂的temporal finestra 然後肌肉就可以從這個孔進去 然後就固著在這個鱷骨上面 另外呢就是它有這個jell joint 它的這個很特別就是它的jell joint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合公類 這是合公類 合公類呢 那麼它有所謂的jell joint 就是它的二關節呢 那麼有所謂的這個 你看它的顏色有沒有 這橘色表示是一個關節骨 然後呢還有一個綠色的是所謂的方骨 它的二關節在一般的 一般的這個 一般的這個早期的這個合公類 可以看到呢 那麼它是這樣的結構 可是呢它變成這個menmo 變成menmo之後呢我們可以看到 在普魯類呢 這個jell joint 這個jell joint呢 這個骨頭呢 它就會跑到它的中耳 它會跑到它的中耳 然後跑到中耳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兩種不同的聽小骨 變成兩種不同的聽小骨 你看這個是綠色的嘛 綠色就是方骨 它就變成所謂的真骨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橘色的 橘色就是關節骨 然後就變成另外一種聽小骨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演化的過程裡面 它的jell joint 然後就移到它的中耳裡面 然後呢 形成一些這個所謂的這個聽小骨 好那普魯類呢它有主要三個分支出來 大概是在這個白二季的時候 因為後來它恐龍早期這個時候有存在 可是後來恐龍大滅絕 之後呢 那麼就普魯類就開始興起 然後很多種類就開始出現 它分成三大類 第一個就是單孔類 單孔類呢 在這三類裡面它比較特別的就是 它會下蛋 它是普魯類裡面唯一會下蛋的 好你可以看到這個是真眼 另外還有鴨嘴獸 鴨嘴獸也很特別 它每次下蛋下兩個而已 好 那這一類呢它有乳頭 也會分泌乳汁 它有乳腺會分泌乳汁 可是它沒有乳頭 所以它分泌的這個乳汁呢 就直接在它的毛髮上 那因此它的幼體就直接吸 這些毛髮上面的這個乳汁 接著是有帶類 有帶類就是有副子鼠 帶鼠 五尾熊 這些是我們比較熟知的 那早期這些帶鼠 五尾熊呢 大部分是在這個澳洲啊 紐西蘭啊這一邊的 複子鼠呢是在美洲那邊的 那這一類呢 跟下面的這個胎盤哺乳類呢 一樣都有胎盤 可是它的胎盤發育比較沒有那麼好 那這些這個動物呢 他們會在這個母體裡面發育 可是它發育不完全的時候呢 它就跑出來了 比如說像袋鼠 它就爬出來之後 就在袋鼠媽媽的這個育兒帶裡面 然後才慢慢的發育 所以有帶類就是因為他們有一個育兒帶 然後它的個體的發育呢 在很早期的時候就出來了 沒有完全成熟 就移出它的母體的體外 那有帶類跟後面有一類這個叫做真壽類 真壽類又叫做胎盤哺乳類 它們之間呢 會進行一個叫做趨同演化 因為這個有帶類呢 那跟真壽類呢 因為開始的時候地球上就是 潭古大陸嘛 然後後來就慢慢大陸就分隔嘛 那這個澳洲跟紐西蘭 那麼就會跟美洲大陸整個分開來 那在兩邊呢原來有一些這個有帶類 在美洲大陸那邊大部分呢 就會被真壽類慢慢的繁衍出來之後 有帶類最後就變成比較是在澳洲紐西蘭這一邊 但是它們會有趨同演化 就是說它們在不同的地方 可是環境相同 可能就演化出一些相同功能的這個結構 譬如說像這個是sugar grinder 還有flying squirrel 這兩種是不同類的 可是它們樣子都很像 而且都會飛 那這個就是一種這個趨同演化 那真壽類的話呢 它們有比較複雜的presenter 它的這個胎盤比較複雜 所以這個幼體在母體裡面發育的比較完全 所以它懷孕的時間比較長 等到發育完全之後呢 它才會生下來 好 所以這是一個這個pru類 我們可以看到pru類有很多 很多這個很多木 那其中呢 我們在哪裡啊 我們就在這裡 臨場類 所以呢 我們接著就是要講primate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要看的是這個primate primate 我們來看看它衍生的特徵有什麼 第一個是說它有grasping hand and feet grasping就是它是 就是要適於這個抓握的 就是它的手跟腳都很 很方便可以抓握東西 那另外呢就是它有這個flat nails 有比較扁平的nail nail就是指甲嘛 指甲是比較扁平 前面的這些動物呢 都大部分是它是有爪子 是比較細長的 所以它是比較扁 另外就是在它的這個finger 在它的手指上面呢 會有所謂的skin reach 就是皮膚疾 形成這個高高低低的疾 所以就構成我們 如果是我們的話就是有fingerprint 就是有指紋嘛 就是有fingerprint 那通常呢 臉部呢是比較扁的 比較扁的 腦子會比較大 然後呢 有比較短的jow 就是它的耳會比較短 所以臉才會比較平 那通常眼睛喔 在其他的哺乳類呢 眼睛是比較位在邊邊的 如果是臨腸類的話呢 那麼它的眼睛呢是比較靠近中間 比較靠近 兩隻眼睛比較靠近中間 所以它可以直視 可以直視 那這個作用就是因為它可以看一些比較 deep perception 就是深度的肢節 比較有這個立體感 所以適於抓握的手 還有這個深度的肢節 就讓這些臨腸類 就早期的臨腸類是比較會在樹上的 因為它適於抓握的手 所以可以在樹枝之間盪來盪去的 然後眼睛看得比較深遠 它的parental kill呢就是比較發達 那social behavior也比較複雜一點 這一點呢就是在臨腸類比較特殊 就是在monkey跟abs呢 就是在猴子跟一些這個原類呢 他們有所謂的可相對的拇指 所謂可相對的拇指就是 你的拇指可以跟其他的手指 就是可以靠近 你就可以這樣子 這個就是可相對的拇指 那它可以分成三個group 第一個就是狐猴 懶猴跟這個bush baby 冠蟲嬰猴 第二類就是眼鏡猴 第三個就是類人緣 指的是monkey跟abs 就是在這個圖裡面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狐猴跟懶猴 它是第一個分支 然後再來就是眼鏡猴 是第二個分支 第三個分支就是類人緣 那類人緣就是包括猴子 還有這個圓 猴子就是包括新大陸猴跟舊大陸猴 然後其他的就是屬於所謂的這個圓 你看這箭頭鎖指就是圓 它分出來的這個時間點 大概靠近二十幾到三十m years ago 好所以就是有這三大類 好所以我們就先看這個 新大陸猴跟舊大陸猴 它的分別好 新大陸猴的話呢 它就是指在這個South American 在南美的 那舊大陸猴呢 是在非洲跟亞洲的 好他們生活的地方 有什麼不一樣呢 新大陸猴它是素漆的 那舊大陸猴呢 它除了素漆之外 它也可以在地上 可以在陸地上 還有它的鼻孔的位置 新大陸猴的鼻孔呢 是向兩側開的 向兩側開的 然後舊大陸猴呢 那麼它是往下 它的鼻孔是往下開的 還有它的例子你也要知道 比如說這個蜘蛛猴啊 松鼠猴跟這個捲尾猴 都是屬於這個新大陸猴 然後迷猴肺肺橫河猴呢 它是屬於這個舊大陸猴 那在新大陸猴裡面呢 有一些猴子呢 那麼它還有所謂的 這個prehensile tail 適於抓握 適於抓握 適於抓握是什麼 就是它可以當作另外一隻手 或者是一隻腳 它的尾巴也可以捲在這個樹枝上面 所以它可以幫忙抓著這個樹枝 所以你看它大部分都是這個樹漆的 所以這是新大陸猴跟舊大陸猴不一樣的地方 接著是圓 有一些特性呢 我想其實你們也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會稍微點一下 圓的話呢 它比這個monkey要大一點 除了什麼 除了這個長臂圓之外 然後它的這個arms 是relative long arm 還有short leg 就是它的這個arm比較長 它的上臂比較長 腳比較短 而且是沒有尾巴的 圓是沒有尾巴的 跟猴子不一樣 好 那麼它有一些社會的組織 通常會 所謂社會組織就是它會群聚 它會群聚 那相對於這個身體來講 那圓的brain size變得越大 所以就會有比較複雜的一些行為產生 好 那接著是長臂圓 我們看長臂圓 長臂圓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那麼它是在這個東南亞 那它有個長臂嘛 所以它的手臂很長 所以因此呢它會有一個叫做 Breakating Breakating就是它會在那邊盪來盪去 在樹枝上盪來盪去 好 這邊是黑猩猩 這邊是猩猩 猩猩呢它比較害羞 所以它通常是比較獨居的 好 這是大猩猩 可以說是最大的圓 好 這是黑猩猩 那黑猩猩它很聰明 那它跟人類可以說是 基因是最相近的 大概有99%以上 跟我們基因是很像的 那它也會communication 它們會互通訊息 而且有社會的行為 這個在演化的時候也曾經講過 另外有一種叫做巴諾不遠 它是跟黑猩猩是很接近的 好 接著我們看human 看我們人 人也是屬於普魯類 但是相對於其他的普魯類來講 它的brain是比較大 而且它是雙足運動 兩隻腳走路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它的衍生的特徵 好 它可以站起來 可以站起來 然後用兩隻腳運動 brain比較大 為什麼這個人可以發展得這麼好 就是因為可以有語言可以講話 然後有藝術的表現 還有一些符號的思維 常常在一些洞穴裡面發現了很多的藝術品 有些符號 他們可能就是可以傳達一些訊息的 好 另外就是它可以製造 還有利用一些工具 那當然這個在前面的一些這個臨場類裡面 可能也有類似的情況 他們也會利用工具 比如說像黑猩猩它可以用一根這個樹枝 然後去讓這個蟲在它的上面 它可以抓 然後黑猩猩呢 那麼它可以用這個石頭去敲碎那個堅果 這個也是它會利用工具 但是在人來講 它是會利用更複雜的工具 還有它的膠布會變得比較 比較短一點 所以整個這個臉是變得比較平 消化道也比較短 好 我們看最早的猿人 最早的猿人呢 那麼大概是在6.5 million years ago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 這個是猿人 它的一個演化的情況 那我們看這個圖跟前面的那個 整個演化樹 其他的生物的這個演化樹不太一樣 其他的呢 好像都有一些這個 等於是說從某一個生物 然後衍生成什麼樣的生物 可是呢在這張圖裡面 它是用一個timeline 一個時間軸 你可以看到在同一個時間裡面呢 可能有不同的猿人同時存在 同時存在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提到它 一個演化上比較特殊的地方 那剛剛說最早在6.5 這個地方 就是有所謂的 乍德沙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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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乍德沙赫人 他即使是最早的猿人的話呢 那麼已經認為呢 他已經可以雙腳走路了 已經可以雙腳走路 好 我們看這些猿人呢 他有一些什麼特徵 是跟我們現代的人 是一樣的一些這個特徵呢 那這些猿人呢 通常他會有reduce canitis canitis就是犬齒 犬齒比較沒有像前面的這個primate 一樣 然後相對的就是他的臉 也是比較扁平的 不像前面那些猩猩之類的 他是他的這個嘴巴這樣往前凸 他的蚊部比較長 那如果是人的話呢 蚊部是比較短 好 那另外呢 就是通常這些猿人呢 比其 我講的猿人是這個homini 然後比其他的這個猿類 Homini Homini跟這個app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個homini就是猿人呢 比較可以直立起來 那你有哪些事情可以看到 他們是比較可以直立呢 好 你可以看他的整骨大孔 整骨大孔 好 比如說像這個是一個這個 其他的這個猿類 好 這是黑猩猩好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頭 頭顱骨後面呢 他會 會有這個brain 會有spinal cord 出來嘛 那出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頭顱骨必須要開一個孔 然後他才會出來延伸出來 那這個脊髓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開孔的這個頭顱骨 如果是在黑猩猩的話呢 他的這個孔是在頭顱骨的後面 是在後面 因為他是四隻腳走路的嘛 他要往前看 所以他那個孔是開在他的背側的地方 可是人因為站起來 站起來 所以他那個孔呢 是在整個頭顱骨的下面的地方 是在頭顱骨的下面 所以你可以看這個頭顱骨 他的位子 你就知道說他這些動物 他是不是已經是直立起來 雙腳走路了 這是一點 第二個呢 你也可以看他的 他的骨盆 他的腳的骨頭 還有他的腳 譬如說這裡有一個叫做Ardy 4.4 million years old 他是什麼人呢 4.4 大概是在這個地方 是Lamida圓人 所以叫Ardy Lamida圓人 用他的這個前面這個字 是這一種 那這個是他的骨骼 就可以看他的骨骼的樣子 他的結構 那就可以判斷說 他是不是適合是兩隻腳走路的 好 那另外呢 就是這些圓人 他還有一些什麼特徵呢 通常他的Brain 比現代人要來的小 要來的小 你可以看這裡 你看他的 他的那個Brain的容量 這張圖指的是 重坐標是他的Brain的Volent 然後橫坐標呢 是表示他的這個身體的這個重量 那我們就看重坐標 你看他的Brain呢 在這些早期的Homini 那他的Brain大概三四百左右 大概四百多左右 那你看我們這個 這是我們這個Homo sapiens 就是智慧人 我們是由Homo sapiens來的 大概一千三百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是差很多的 除了這個Brain以外呢 那麼他的身材也比較矮小 大概只有1.2米 1.2米左右 所以這是一個早期的猿人 但是關於這個猿人 他的這個演化的這種情況呢 我們要有兩點 兩點要特別注意的 那第一個就是 就是有人認為就是說 早期的猿人是由這個黑猩猩 而來的 或者是說他就是黑猩猩 早期的猿人是黑猩猩 這個是錯的 因為呢 Homini跟這個Chimpazine 他是擁有共同的祖先 他們是在早期的時候 分開成兩隻這樣出來的 所以我們不是由黑猩猩演化而來的 只是跟他有共同的祖先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人類的演化呢 他以前有人認為就是說 就像一個這個梯子一樣 然後就是一個直線的進行 然後一直演化到 所謂的Homo sapiens 智慧人 其實不是這樣子 因為在演化的過程裡面呢 他有很多的分支 他有很多的分支 有一些甚至是共同存在的 只是呢 他在某一些分支裡面 他就消失不見了 最後只剩下一個分支就是智慧人 然後演化成人類 好 所以這個是有兩個觀點必須要知道的 好 那在這個時間軸裡面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 很多的這個猿人 大部分是在2.0到4.0 million years ago 出現的 在這裡很多 然後另外一個要看的就是 猿人的就是Homo 人屬他出現的時間點 首先呢我們先看這個 所謂的這個南方古遠 或者是稱作南圓 南圓 南圓呢就是剛剛我們說的 他大概出現在4.0到2.0 這個地方 這邊大部分是南圓 那南圓呢 為什麼命名成南圓 因為第一個發現的 我們稱作非洲南圓 他是位在非洲的南方 出現的圓人 所以呢就把他稱作非洲南圓 不是他最先 他是最早的演化 而是因為最早發現他 所以稱作是非洲南圓 那麼他的這個Brain還是很小 但是呢他已經是可以雙腳走路的 另外呢就是他有一些這個 手啊跟牙齒呢跟現代人也有一點類似 那再來就是發現的所謂的阿法南圓 阿法南圓呢是 當他們發現這一套這個化石的時候呢 他是算蠻完整的 就是下面這一個 我們稱作Lucy 她是一個女性 那麼她身材也矮小 Brain也是很小 但她還有這個 腳呢是比較長 下顎比較長 然後呢他有相對比較長的 Arms就是上肢比較長 那但是呢他還是Bipedal 還是這個雙足步行的 所以其實呢圓人呢 即使最古老的都是雙足步行的 那剛剛說的這個 非洲阿法南圓在這個地方 阿法南圓 然後這是非洲南圓 這個bar顯示的就是他存在的時間點 你可以看他的這個骨骼的結構 跟現代的就是比較靠近現代人的這個 你看他的前面的這個穩步還是比較長 然後呢他的brain 你看他的brain size也是比較 不是屬於homo的這一邊呢是brain size比較小 然後越靠近這個人屬的 他的brain越來越大 好那另外還有一些叫做包式南圓 包式南圓他是屬於粗壯南圓 因為他的骨骼比較厚實 然後呢他的鱷骨還有他的牙齒呢 也都比較不一樣 比較大比較 牙齒比較大然後鱷骨也比較大有力 那他主要是跟什麼跟鮮系南圓來分別的 包式南圓在這個地方 這個包式南圓 包式南圓 還有這個粗壯南圓 這個都是長得比較壯的 那跟這個鮮系南圓指的就是剛剛說的這個什麼 非洲南圓還有這個alpha南圓 這是比較鮮系的不一樣 所以這邊是比較粗壯的 好那剛剛還有講過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是雙足步行 還有一個是可以看他的足跡 footprint 這個是在某個地方發現的 有一些這個足跡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足跡呢 好像有比較大的腳印也有比較小的 後來他們認為就是說一個大人然後牽著一個小孩 然後兩個人在這樣走 所以有大的腳印跟小的腳印 所以這個也可以當做一個 是不是雙足步行的一個證據 那總而言之就是 就是早期的這個雙足步行呢 雙足步行呢是比較早的 然後呢腦子變大呢是比較晚 一般有人認為就是說因為腦子變大 所以他就比較聰明然後可以雙足步行 但是事實上是相反的就是 雙足步行很早就有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早期的猿人他雖然可以雙腳走路 可是他的brain的size還是很小 好那我們剛剛看這些猿人的演化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他是 就是演化的過程裡面呢跟什麼比較有關係 當然第一個就是這個雙足步行 第二個就是他們看他們這個工具的使用 他們是不是可以使用工具 那所以我們通常把人屬 他是有一些這個使用的工具呢可能比較精細 然後呢比之前的那個 那個比之前的那個猿人呢使用的範圍 還有這些工具呢可能更廣 那譬如說呢最早可以看到有使用工具的呢 是這一個可以看到在骨頭上面 在動物的骨頭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去割 去割他的這個痕跡 去切割他的一個痕跡 像這一個有兩個這個痕跡 那這個呢一般是認為是在2.5M years ago 發現的 那但是事實上後來還有一些paper 發表了之後就說像這樣子的一個痕跡 其實在3.4M years ago就已經有了 那這個就表示說他們可能在吃肉的時候 用一些這個尖銳的工具 要把肉弄下來 所以就是有這種切割的痕跡在上面 表示他們會使用工具 好 那下面我們就講Homo 就是人屬 人屬呢最早的我們 是所謂的這個habitless 就是巧人 那我這裡都會寫一個年代 腦的容量 還有一些他比較特別的特徵 好所以這個年代你們自己看一下好了 腦的特徵可以看到這個brain的size呢 已經比前面那個早期的猿人要來的大了 對不對原來最早的 你可以看到最早的呢 是在這個地方大概是300多嘛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 巧人呢已經變成500多到700多了 所以brain size變大 而且呢你也可以在找到他的化石的地方呢 發現他的化石旁邊也有一些石頭做的工具 好 那接下來是匠人 匠人是1.9到1.5 million years ago 你看brain size已經超過900 超過900 所以就更大了 那另外呢就是觀察他的骨骼 這邊是他的他的一個這個化石的這個骨骼 可以發現呢他有比較長的 比較細的腳 然後呢他還有hip joint 比較發達的hip joint 然後就讓他可以走比較久的這個路 所以他是可以說是第一個 完全可以直立的一個情況 當然前面也是都可以走路 雙足走路 然後呢就是他的這個指甲是比較短 所以顯示說他們已經不爬樹了 所以有一些早期的猿人他們還是會爬樹 而且他們做的工具已經比較精緻了 他的牙齒比較小 他的牙齒比較小呢就顯示說 他們吃的食物可能不一樣 或者是說他在吃這個食物之前呢 他可能會先把它煮一煮 所以顯示他們可能用火了 可能煮一煮 或者是他會把他食物切碎 先切碎 還有匠人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他們的sexual dimorphism in size 就是性別不一樣 然後呢他的個體大小不一樣 這種情況呢已經顯著的減少了 在早期的這個primate 早期的這個臨場類 那麼他們的個體的大小 通常雄性會比較大 雌性長得比較小 這種差別很大 然後慢慢到後期的時候呢 演化的後期之後 這種差別越來越小 結果到這個homo的匠人 這個時期呢你可以看到 他們之間 兩性之間個體的差異 大小的差異已經變得很少 那這個是怎樣呢 這個就是如果個體比較大的時候 他們會去打架 然後爭奪伴侶 所以一個雄性可能會照顧很多個雌性 那如果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個體個體的大小差不多 所以呢他們就是pale bonding 就是配對的情況 一對一配對的情況呢就會更多了 比較不會一個照顧很多個這樣 好接著就是直立人 那直立人呢他是第一個離開非洲的 所以在非洲以外的地方 發現最久的這個化石呢 直立人的化石大概是1.8 million years ago 好那再來就是尼安德塔人 尼安德塔人呢他是在歐洲的一個這個洞穴裡面發現的 然後呢他們分佈的範圍是在歐洲還有在中東 所以分佈範圍蠻廣的 出現的時間呢大概是在35萬 然後後面是他消失的時間 大概是4萬到2萬8千年之間 那尼安德塔人因為他發現的時候是在歐洲 所以有的人就認為說他是不是歐洲人的祖先 那這種尼安德塔人呢通常他的骨頭是比較厚 然後他很特別的就是你可以看到 他的骨頭的尼安德塔人 這是尼安德塔人他的骨頭的尼安德塔人 比Homo sapiens還要大 他的骨頭還更大 好那大家就想要知道說那尼安德塔人他是不是歐洲人的祖先 所以呢他們就做了很多的這個研究 包括這個就是用他的這個基因去比對 那就發現說其實尼安德塔人他不是歐洲人的祖先 他不是歐洲人祖先 但是呢他跟我們這個Homo sapiens呢 之間會有基因 flow 會有基因 flow 就是有交配的情況 會有交換基因的情況這個發生 所以在這個智慧人裡面呢就可能有尼安德塔人的一些基因 那下面這個就是來看尼安德塔人的基因 在這個Homo sapiens裡面是存在的 因為這個圖比較複雜 他是顯示說他這個bar比較多 他是求他的一個叫做d值 d值呢就是他的基因的這個值 那我想這個比較複雜我就不提了 就是你們只要知道結果 就是說他跟Homo sapiens之間 就智慧人之間他們會有基因 flow 那這個是一個更直接的證據 就是從一個交換就是一個惡骨 一個惡骨的這個化石裡面呢 你就把這個DNA把它萃取出來 結果呢就發現呢他有尼安德塔人的DNA 那就表示說Homo sapiens呢也是有跟尼安德塔人有Gene flow 彼此有婚配 那最近有一個很有趣的這個報道 就是我們現在不是深受這個COVID-19 就是新冠肺炎嘛的這個破壞 然後有些人他會就是比較重症 那通常一般講說比較重症的就是老人啊 雄性男生也會比較重症 另外一個就是有三高的 但是呢現在日本有一個團隊 還有另外還有一些團隊呢 他們發表了一篇paper在Nature上面 那他們就說這些有重症 他們就是觀察很多有重症的人 然後去看他的基因 結果就發現呢他們具有尼安德塔人某一些基因 那那些人就會比較重症 就要用呼吸器啊什麼之類的 那這些基因呢很多是在什麼 在南亞有很多 那在歐洲人也很多 所以我們知道尼安德塔人跟 跟Homo sapiens之間有基因flow嘛 所以某些人就會有這種尼安德塔人的基因 還好我們呢是這個基因的存在的情況比較少一點 在南亞跟歐洲比較多 好然後是智慧人 智慧人呢他最早的 最早的這個化石呢是在Essopia 有一個是19萬5千年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16萬的 這個就是2003年在Essopia發現的 Homo sapiens的一個化石 那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所有的人類 都是由非洲 都是由非洲 非洲那邊的Homo sapiens 然後呢衍生出來的 我們現代人都是這樣子 就是從非洲來的 那 另外呢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些這個Homo sapiens呢 你看他就是從這個非洲呢 然後呢移出來 移出來 那麼他移出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到亞洲 然後到歐洲 然後到澳洲 所以他就是分佈到全世界 那為什麼這個智慧人呢 他可以分佈這麼廣 然後呢最後就變成我們現代人了 主要的原因呢可能就是因為 智慧人呢他有認知的能力 然後呢有一些 symbolic sort就是有這個符號的思維 甚至呢有些就是可以講話 還有藝術的表現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是 在一些洞穴裡面 那麼就會有一些雕刻在上面 那所以這個就是他們要表達一些事情 所以這個是Homo sapiens 那另外呢 還有人發現呢有所謂的佛羅勒斯人 佛羅勒斯人 佛羅勒斯人 那現在我們把它稱作是 這個是哈比仁 哈比仁 這個是在18000年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哈比仁的這個頭骨 頭顱骨 你可以看到他是用手去握著他 有沒有 所以呢表示呢這個 他的頭顱骨很小 很小 而且他長得比較矮小 他是長得矮小 而且他的brain比較小 我這個標紅字可能是我露了這個 他是 Homo sapiens 所以你們可能上面沒有 他是跟Homo sapiens來比較 那這些哈比仁呢 他們到底是跟Homini 跟猿人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那很多人做了很多研究 好這個是一個印尼的一個島嶼 叫做佛羅勒斯 為什麼叫做佛羅勒斯呢 就是因為他就是在這個佛羅勒斯發現的 這是一個洞穴 裡面就發現了哈比仁 那現在最早是發現一句 可是後來慢慢陸陸續續發現很多 那這些哈比仁呢跟猿人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有的人認為就是說 他其實是直立人 由這個直立人衍生而來的 是他的後代 但是呢他是 是一個draught 他是一個就是一個侏儒 他比較矮小 他是直立人的後代 但只是他是有侏儒症 所以比較矮小 那也有的人認為說他根本不是一個 新的species 因為呢他是屬於這個homo sapiens 他是屬於智慧人 但是這個智慧人呢 他有遺傳性的疾病 所以導致他的骨骼發育出了問題 或者是說他有譬如說像 Down syndrome啊等等 這個軟骨症啊那些的問題 所以就讓他變得比較矮小 所以他們還是認為說他是屬於智慧人 只是他有病 但是大部分的人還是比較相信說 Homning他是一個新的 不是哈比仁他是一個新的 猿人的一個種類 那現在因為不斷的有各種各樣的 這個哈比仁出土嘛 所以呢他們就慢慢的一直在研究 但是結論呢還是很複雜 就是說還沒有一個完全的定論 好 1 2 1 2 2 3 2 3 3 4 3 4